提起林永健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林永健山东青岛人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战话剧团的一名演员,也是国家一级演员。 林永健17岁的时候就考上了青岛式话剧团。 1989年,南下广州,加入了广州京区战士话剧团,在广州京区战士话剧团当场工,跑龙套,从历史的天空中的朱一刀,到吕良英雄传中的王坏蛋,从喜庚田的故事中的喜庚田到文化战场中的基层干部,从青胸热地到金花中的精彩表演,林永健扮演的大多数,都是性格突出的小人物。 林永健最有特点的就是长着一双小眼睛,他似乎有一种魔力,无论是出演好人坏人,都让观众非常的印象深刻。 他的表演功底,也是非常的扎实的,可以说林永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。 最近,有一位超模火了起来,他火起来的原因,竟然是因为长得十分的省色林永健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据之,这位超模名字叫贾晨宇,今年只有十九岁,尝着个性的大凤吊烧眼,简直就是一缩把的林永健啊。 大家仔细的来看,贾晨宇和林永健,最像的就是这个单眼皮了。 用西方人的审美来看,贾晨宇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的了,特别是最具有东方魅力的大凤眼就更加受得青睐。 别看贾晨宇年龙不大只有十九岁,可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登上国际时装秀场了。 十六岁的时候参加2015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的他,还获得了十大优秀模特之一的殊荣。 之后贾晨宇就开始频繁的出现在各大替台和时尚杂志中了。 据说不久之前,贾晨宇还登上了美国著名的时尚杂志Flunt。 可以说贾晨宇在某种营义上已经算是一个人生赢家了。 贾晨宇除了辨识度很高的高级脸和超级模特必备的身材条件, 贾晨宇还能驾驭各种不同的风格,清纯的、性感的、中国风的、时髦的等等。 而且贾晨宇还能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。 换用书回来,看林永剑和贾晨宇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照片,还真的是没有一丝违和感呢。 要说林永剑的女儿也不过分吧,对于撞脸的这件事情,林永剑知道后还表示认可,这也是很有趣的啦。 对此网友们也是纷纷的留言道,还真的是像是林永剑的女儿,两个人简直一模一样。 大家觉得两个人长得像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